Lisa姐汪明泉和娛樂家族以及周易偉 黃亭鋒、林秀儀、戴祖儀、黃美琪、鄭遣鋒、李巨峰、陳國倫、史詠喬等 這一天齊聚感謝祭辦年貨 見到現場這麼多好東西 阿扎就說估計今晚荷包會大出血 秀儀就說有很多東西想買 新年是一定無論有沒有人來拜年也好 今年疫症無論有沒有人來拜年也好 我們都要買齊所有東西,揮春那些一定要貼 唐年果、全盒那些一定要有 今天打算有多少位數字 你知道我簡直覺得今天的氣氛 你看看多厲害,全部好像新年一樣 你還穿得這麼紅 恭喜發財 我失色一點,有一件白色的衣服 你還沒換而已 待會應該有一件繽紛小的衣服 我覺得今天不是用數字來形容 是用多少頭來形容 因為今天充滿著鮑魚 不斷有鮑魚、海味、花膠 然後我們有一些日本海鮮 有些蟹 對,然後有一個大拖籠 很棒的 想問有沒有這些心得 有什麼貼士可以給觀眾 哪方面的心得 我們在大家看不到的時候 偷吃的心得 多不多發生呢 經常性 其實感謝就是一個 感謝就是一個 其實在大家看不到我們的情況之下 我們吃得很專心的 一個很好的節目 所以每次完結就是我們滿載而歸的肚子 年關將近 按照傳統習俗 大家都會徹底打掃家 在家,隨舊形身 美琪就說最近都開始拍一些相關的功能 不過她又說 現實中的自己很怕做家務 尤其是清潔方面的東西 對 我們昨天已經開始大掃除了 拍了一些 我們跑夜大掃除 對你來說是得心應手 還是你都是臨急抱佛腳那種 當然是臨急抱佛腳 我今年還打算找姐姐來幫幫忙 會好些 就是終點姐姐 是的 在座有沒有一些經驗比較豐富的 在這個大掃除 話說前陣子就做一個天天開運王的嘉賓 那玲玲師傅就說 你的眉很粗 代表你不做家務的 不如打掃吧 你的眉很粗 所以我才知道 原來眉粗的人是不適合打掃的 或者不擅長打掃 她說不做 不適合而已 我們男士的眉一定會比較粗 我都不是的 你看看這些 我畫出來的 我裝粗的 你原來最整齊 最有條理的人是你呢 我很煩的 我是超煩的 我沒有潔癖 但是我會想令自己家裡回去舒服 整齊齊齊 所以眼不見為乾淨 我抱著這個心態 染眼化 把衣服塞在衣櫃都可以 雖然美琪怕清潔 但喜歡研究美食的她 在整飲食方面 再辛苦她都很樂意做 她還說今年新年 想做些賀年食品給大家 我不想培養 我反而今天真的想做蘿蔔糕 因為我從未試過挑戰 所以想試一下 挑戰就大些 一挑就挑戰 一百多 一百多 一百底 我想我會暈的 整個具體都不錯 我想我會暈的 就是看我怎樣蒸一百底 是加上,比美琪高 一定都不用一百底 我可能不知道 你很高的 你很高的 你也好 最後問Joy 你知道你明天也有任務在新嗎 沒錯 很緊張 我人生第一次做這個 慈善籌款節目的MC 沒問題 對 為什麼會一定沒問題 是因為拍攝了三位 非常有經驗的MC 包括瑩瑩 六號 還有Toby 陳平欣 所以我覺得就算我怎樣發揮也好 也一定沒有死 是 一定會籌到很多錢 六號就是慘了 要照顧你們三個女生 你不要這麼說 我們可以三娘教紙 她不知多開心 李巨峰、陳國倫 史詠喬三位航空業精英 通過沖上雲宵大選進入演藝界 現在都開始慢慢錄製節目 投入新工作環境 好像今日來參加感謝祭 他們心情都很激動 他們還說要認真準備 希望在節目上發揮好一點 很緊張 很忐忑 很想唱一首忐忑 有沒有比比比賽更緊張那段時間 為什麼 因為今天有很多前輩 希望前輩可以提攜一下我們 沒錯 還有今天有很多對白 很多稿要背 真的嗎 我看到你們拿著稿 沒錯 是嗎 現在還在看 你看看我們 還在配稿 我知道今天也是一個新年主題 你們新年有沒有說什麼計劃 新年 有沒有想做什麼 新年計劃 新年計劃 豆麗絲 擺麵 上筆筆購買東西 我也是想去豆麗絲 有沒有說新年平時喜歡吃什麼 蘿蔔糕 最喜歡吃蘿蔔糕 我喜歡吃蛋卷 蛋卷 好美味 蓮糕 蓮糕 因為其實他們說蓮糕 也有些意思 吃蓮糕 是 蓮蓮有餘 蓮蓮有餘 沒錯